走 走 走 陆池舟 还不赶紧给我滚出来 老婆 他们怎么回事 我就想普普通通上个班 你却想害我上头条 我没这个意思 这不是看你第一天当小职员 怕你受委屈 于是就让他们跟过来 给你壮壮生死 那你还记得 我为什么要去当小职员吗 我这是为了自力更生 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你这么一搞 我就暴露了呀 还有什么好体验呢 是我错老婆说的事 公众夫来上班 我警告你啊 不许跟踪我 更不许暴露我的身份 否则从今天开始 你就给我睡书房 立刻收购恒天集团 吩咐下去 让他们务必优待夫人 什么 公司被收购了 总裁夫人要来我们公司 我保证照顾好总裁夫人 这怎么来了两个人 他们谁是总裁夫人呀 这还用说 那肯定是从好车上下来的 那个美丽艾的美女了 总不可能是那一身方程的 接受小他妹的 还是会会聪明 夫人来我们部门实习 是我们的荣幸 你们两个可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把人伺候好了 到时候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赵木木 这么多年没见 你的嘴巴还是这么厉害啊 你认识我 你是 木婉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当然是来上班啊 上班 嗯 你一个爱打群架 差点被学校开除的小太妹 有什么资格 跟我一起在这里上班 开除 我明明是去国外体育学院 进行深造 这是谁造的药啊 欢迎您大家光临 我是设计部的总监周和 这是小雅和卉卉 夫人您贵姓啊 我是赵木木 我是来试 夫人 您是来体验生活的对吧 夫人 您总裁夫人的身份 我们早就知道了 这群蠢货 竟然会认错总裁夫人 不过总裁夫人这个身份 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嗯 你干的不错 应该的 应该的 赵木木是横天总裁的夫人 我记得横天总裁 是个六十多岁老头啊 难道赵木木是三 赵木木 你真豁得出去啊 关你什么事 木婉哥就是个脚屎棍 我得尽早把他赶出去才行 夫人 您认识他吗 他 他就是差点被人搞大了肚子 在学校打裙架 被学校开除的小太妹 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小混混 竟然能来我们公司 也不知道是爬上了谁的床 诶 诶 我警告你啊 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少喝的废话 夫人 咱们这边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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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谁 还不快点跟上 巴结上司 媚上七下 偏听偏信 看来 要在恒天打怪升级了 喂 那个新来的 没看见夫人热了吗 还不赶紧给夫人倒杯水 他是没长手吗 干嘛要去我给他倒水 就凭你是个小职员 他是总裁夫人 木婉哥 你今天要是不到水的话 小心被开除 现在还不能走 不是什么 您的水 这种两块钱的脏水 我不喝 我只喝空运来的冰川水 你听见没有 还不赶紧给夫人准备冰川水 冰川水 赵 夫人 冰川水哪配得上您高贵的身份呢 我看 印度南部某国的圣水 跟您最配了 要不我去给您买一杯 算你识相 好 还不赶紧去 夫人 她说的 应该是印度的恒河水吧 孟婉哥 夫人哑亮 该不会这么小气 都不让员工跟您开玩笑吧 你 孟婉哥 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夫人不给你计较是她大胆 你竟然还敢得寸进尺 信不信我马上就汇报昨天把你给开除 要走也是我炒了公司的鱿鱼才行 才来一天就离开 陆池洲肯定要笑我 算了 人认罢 好 夫人 我这就去给您买冰川水 呀 我的杯子 孟婉哥 你是不是不长眼 我 巴布丽 这难道就是巴布丽今年新推出来的新两款水晶杯 我听说全世界只有两个 价值八十万 孟婉哥 你闯大祸了 巴布丽的水晶杯 前两天不是被陆池洲送我做情侣杯了吗 赵孟婉 你这杯子是假的吧 你开什么玩笑 总裁夫人怎么可能会用假货 该不会是你赔不起 故意诬陷夫人吧 正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 巴布丽家的所有产品都打有独家环伟硬件 这个破杯子上可什么都没有啊 好像却没有 她说谎 她一个小她妹懂什么巴布丽 也是 估计她连顶身品牌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家用的都是巴布丽的产品啊 够了 沐婉哥 你在学校说谎成性也就算了 现在的还这么不可救药 你们几个 吵吵闹闹的成什么样子 周总监 你看沐婉哥 我就让他给我倒杯水 他不仅打碎了我这限量水杯 还不给我道歉 还说我的杯子是假的 沐婉哥 给夫人道歉 我 对 你现在就给我下跪道歉 只要我高兴了 我还不用你赔钱 周总监 你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定罪啊 难道总裁夫人还能诬陷你不成 在公司 夫人说的话就是圣旨 快道歉 圣旨 要不 您给您的皇后娘娘 磕个头道个歉 给我打个样 我再学 沐婉哥 我看你圣旨不想干了 不干就不干 等等 我又没做错事 凭什么事我走 我就没受过这种委屈 我忽然又不想走了 我听说天然水晶光泽银亮 巴布里的设计师更是在上面镶嵌了十八颗五颗辣的钻石 虽然等级不高 但也不是这种便宜的莫桑钻可以比的 我相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她是真是假吧 这真是莫桑钻 看光泽度和切割手影 应该不是存在 夫人 您不会真的用假货吧 我 我 这一定要是我 我老公的手下给我买的 居然买个假货 来骗我 糊弄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这样啊 我就说嘛 夫人怎么可能会用假货 一群蠢货 莫桑哥 你嘀嘀咕咕的在说什么呢 没什么 我是说 赵木木你不是总裁夫人吗 既然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 要不你带我们去听听总裁呗 杯子能糊弄过去人总不会 我倒要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总裁夫人 夫人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和总裁说上话 对啊 夫人 能带上我吗 当然可以 这点小事 夫人肯定能轻易办到啊 我 我怎么可能变得出总裁 不是我不带你们去 是我老公 这周不在国内 既然你们都是我的同事 又对我照顾有加 这周末我带你们去我的私人飞机场看看 怎么样 私人飞机场 那私人飞机场 可是有钱又有钱的人才能玩的东西 我听说在封市 能有私人飞机场的资格的人就没有几个 没想到我们海市居然有 既然还是夫人您的私人飞机场 夫人您也太厉害了吧 一点小钱罢了 夫人您也太好了吧 既然热带我们去长见识 谢谢夫人 夫人万岁 我记得海市拥有私人飞机场的就我一个吧 有意思了 穆婉哥 你一个下层人 没见过上层社会的东西吧 这周末你也去吧 我带你好好见识见识 那 我谢谢您了 穆穆 赵叔 我司机到了 我先走了 这夫人的司机也太没礼貌了吧 直接称呼夫人的大名 这只能证明夫人和善 哎呀 先别管这个了 这周末我们就要去长见识 我可太高兴了 走吧 爸 你应该喊我夫人的 要不然他们就该怀疑了 好 那我们下次一定注意 哎 对了 私人机场的事 我要带同事们去玩 我不管 反正你必须让我去 好好好 我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了 到时候有哥哥在那边照应 放心吧 这空气可真新鲜 这么大的飞机场 都是你一个人的吗 临音笔录 事业开阔 只是站在这里 就能感受到金钱的味道 真不敢想象 整座飞机场到底有多么的豪舍 看到这些血统纯正的宝马的吗 还有这定制版的私人飞机 都属于我 这就是真正有钱人的生活 我还是真实长见识了 喂 小太妹 看见没有 像这样上层的东西 你这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吧 哼 拿我名下的私人飞机场装自己的 赵嬷嬷这场大戏 越来越好看了 喂 跟你说话呢 你乱看什么 听见没有 没必要跟她这种人生气 她就是一个底层的小混混 可能这辈子 只有这一次机会见识吧 让她好好看看 夫人雅亮 你 还不赶快给夫人道谢 要不是夫人 你能见识到这顶层豪门的豪舍 就这 豪舍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吧 你就吃不到葡萄说不到酸吧 我名下有数十个私人海岛 一个小小的飞机场而已 连零头都算不上 我骄傲了吗 不过 赵嬷嬷为何能进入我的地盘 赵 总裁夫人 既然您好心带我们来的飞机场 要不带我们见见您的飞机吧 要是能带我们转一圈飞一圈 那就更好了 夫人 可以吗 我们还没有乘坐过私人飞机呢 我怎么知道他们还要上飞机呀 大家都是同事 您该不会舍不得吧 怎么可能 你们等着 我这就 叫佣人带咱们过去 哥哥 小赵 我们在门口呢 你过来一下 带我们去看直升机 睦睦 今天直升机检修 这 你 你别废话 赶紧过来 夫人 赶紧久等了 各位女士们好 赶紧久等了 夫人 你竟然还有佣人 好有福气啊 这位是 这个身影 好眼熟啊 你愣着做什么 赶紧带我们进去 好 来 夫人 请坐我来 诸位请看 这就是我们夫人 定制的私人飞机 这就是直升机 好气派呀 夫人 能待在您身边 真是太好了 这简直是我 三舍修来的福气 好久没来看你了 我的老伙计 木婉哥 你干什么 谁让你乱碰了 你先穷酸味 万一给我碰脏了 我该怎么样 赵木木 你有病吧 这是我的直升机 我想碰就碰 跟你有关系吗 你 木婉哥 八十做梦也要有个限度 这里是夫人的飞机场 夫人愿意让你进来 已经是你的荣幸 你竟然还妄想证据 夫人的飞机场 它本来就是我的直升机 你看 这里还有我之前 留下的划痕呢 划痕 划痕 你竟然敢在夫人的 飞机上留下划痕 木婉哥 你有几条见面够赔的 快跪下来 给夫人磕头赔罪 求夫人能够原谅你 磕头赔罪 她一个冒牌货她也配了 冒牌货 你竟然说夫人是冒牌货 那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难不成是你咯 自然是我 听听 她说自己才是主人 我看你真是小混混当酒了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夫人的飞机场你也敢消想 真不要脸 消想别人的东西确实不要脸 你说对吧 赵木婉 夫人 既然她这么伤感着打脸 我看倒不如让那边那个小哥哥 过来亲口戳破她的谎言 毕竟庸人可不会认错主人的 你说得对 小赵 你过来 告诉她 这座飞机场的主人到底是谁 这座机场当然是我们夫人的了 木婉哥 你听懂了吗 她是我的 木婉哥 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她到底是谁啊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这座飞机场的主人到底是谁 我就是再说十遍 这座飞机场主人也是我们夫人的 人家小哥哥说了 这座飞机场是夫人的 不是你 白日做梦也要有个限度 木婉哥 我好心带你来长见识 你却恩将仇报 就算你是我的同学 今天你不给我下跪道歉 我也不会原谅你 一个小小的领路员可 没有资格见到机场的主人 这种人正花钱就能买一大堆吧 张木木 它是你花钱买的拖把 你胡说八道 那我倒要问问你 你眼前的这架直升机 是活塞式发动机 还是喷气式发动机啊 活塞式 错 是涡轮式发动机 我再问问你 这架直升机的型号是多少 型号 它的飞行高度是多少 客重又是多少 我 我不用知道 我买它就是为了玩的 那你一定知道 它的价格是多少吧 我 我当然知道了 价值一个亿 又错了 这架直升机确实是私人定制款 但它的造价飞价设计费 一共花了五个亿 张木木 你不是说这架直升机是你的吗 怎么连最基本的信息 你都不知道啊 我 我根本就不需要知道这些数据 我身为总裁夫人 我只要好好享受就行了 有的是人为我服务 就是就是 夫人身边多的是人 木婉哥 这里是夫人的地盘 哪轮得让你指手画脚 木婉哥够了 假的就是假的 你还嫌不够丢人啊 周总监说的对 假的就是假的 假的确实丢人 假的才会不知道 自己的直升机 是涡轮式发动机 型号是凤凰号244 客重是3.8吨 最高飞行高度是18000米 你真的是这座私人飞机厂的主人吗 你放肆 我说这架直升机是我的 它就是我的 证据呢 证据就是 这架直升机只有我能开 等我上去开一圈回来 你就没有话说了 小赵 我要上飞机 可是 飞机还在警惕啊 我不管 我就要上飞机 赵木婉 你站住 怎么 你害怕了 我只是不想在我的飞机厂出人命 他说了这架直升机在检修 如果出了意外 你负责啊 用你管 你给我下来 我说呀 赵木婉 你想找死我不管 但绝对不能死在我的机场里 现在立刻 马上给我滚出去 木婉哥 你竟然让我滚 你嫌不嫌犯 哥 你快给我教训他 好啊你 臭婉子 感动我们夫人 来人 给我教训教训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婉子 木婉哥 你还不可以跟夫人认错了 我没错 为何要认啊 哟 还是个降肿 那一会儿看你能不能降起来 怎么 怂了 木婉哥 木婉哥 你要在夫人地盘上干什么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闭嘴 这里还轮不到你做主 赵木木 你再告诉我一遍 这个机场的主人到底是谁 我 就是我 那你打个电话 把这个机场的负责人叫出来 给我们看看吧 我凭什么听你的 哦 你不敢 我的身份毋庸置疑 你不敢 木婉哥 你发什么疯 你不敢 我敢 我哪知道机场负责人是谁 不管了 随便叫个人上 我就不信 木婉哥能认出来 这是你的机场 你该不会不知道 这的负责人是孙琳海吧 我 我当然知道 孙琳海 你是说那个英雄机场 曾经数次诊重了飞机事故 后来医病退休 又传为金融局巨额大佬的孙琳海 不然呢 海市还有第二个孙琳海吗 哇 夫人夫人 你快打电话 还是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喂 孙琳海 我在一号机场 你过来一下 什么 你不是在国内 你们听到了 他来不了 那还真是遗憾啊 你们不是吧 他说他不在国内 你们就相信 我还说他就在国内 而且就在这个飞机场呢 行了 沐婉哥 我们不信沐夫人 那么上还信你啊 沐夫人说了 孙先生在国外就是在国外 你再怎么作妖 都不可能把人变回来 哼 那你们就给我等着 喂 孙琳海 一号飞机场 凤凰号直升机 你现在过来 我在这里等着 我待会儿要看看 你叫个什么样的人 来陪你在这儿唱戏 是谁竟敢在沐小姐的地盘放死 你们都不吓活了 你就是沐婉哥 叫来冒充孙琳海的人 看着人模狗样的 就是不干什么人事 什么东西 我 老夫就是孙琳海 你呀 孙琳海 演得也太差劲了吧 一天有十块钱吗 我们这个飞机场 可是有工作人员的 你试真是假 一眼就能被拆穿 孙琳队长 您怎么来了 你 君子是孙琳海 孙 夫人 夫人 就算她是孙琳海 她也不能随便打人啊 夫人 您可要帮帮我 怎么办 孙琳海不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吗 怎么会这么闲 你 得罪了孙先生 打你巴掌孙琴呢 夫人 大哥 是谁允许你们来看我们夫人的私人飞机 这是慕夫人的飞机 当然是经过慕夫人允许的 你敢质疑 慕夫人 她 完了 这周和会不会看您脸色 我家夫人可不是眼前这位阿猫阿狗的货色 说 你为何要冒充我家夫人 又是怎么偷进了我家夫人的飞机场呢 你在说什么 慕夫人就是机场的主人啊 你会不会是老眼昏晃 老夫还没有老眼昏晃到实人不清 她就是一个猫啊 这位才是我家夫人 夫人 我没完了 没事 怎么可能 她就是一个实习生 夫人 要我如何做 把他们都给我丢出去吧 是 来人 把这群不着四六的宠货全部丢出飞机场 夫人 救命啊 你救命啊 我才重来出任 所以先生 不 夫人 对不住啊夫人 我是真不知道您是夫人 这刚才真的对不住 对不住啊 现在知道认错了 刚才打我的时候 看你很开心嘛 困扰东西 你私自带人到夫人的飞机场也就算了 竟敢不长眼她欺负到夫人头上 我平时这么遭遇你呢 孙医生 马上给我哭 孙医生 您不能开除我 这 是我中狗不如 是我被猪狗忙了些 是我谁人不行 这这这 但这也不能算是我的错 是我爸 对 是我爸 是我爸比我带她过来的 如果我不带她过来的话 我爸就以此相逼 这 这也不能全关我啊夫人 赵木木 你和赵木木是什么关系啊 她是我妹妹 但是 我今天知道您是夫人的身份 我回去一定跟她讲 让她给您道歉夫人 不用 什么 我是说不用告诉赵木木我的身份 若是你帮我瞒着 我还可以留着你 你要是暴露了我的身份 我就让你在海市待不下去 明白了吗 是是是夫人 滚吧 谢谢夫人 夫人 刚才您的身份不是已经暴露了 孙叔你不懂 赵木木这个人心比天高 一定会将这件事糊弄过去 到时候就有好戏看喽 夫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明明你才是机场的主人 那孙凌海为何敢将你赶出来 是啊夫人 还有那么晚哥 他对机场那么熟悉 还知道直升机的信息 还有孙凌海那种大佬的联系方式 我 我本来不想说的 但是既然他们这么过分 我就没必要隐瞒了 就 就 就什么晚哥爬上了孙凌海的床 可以 所以孙凌海才这么欺负我的 那孙凌海都五十多岁了 穆婉哥他也吓得去嘴 没想到穆婉哥竟然是这样的脏东西 还有那个孙凌海也太过分了 我一定要曝光他们 别 我是说孙凌海毕竟是大佬 你斗不过他的 孙凌海我是不敢得罪 但作为小三的穆婉哥 总有办法不是吗 走 我们快过去给她个教训 谢阿姐 这样会不会影响不太好 影响不好 明明是她一个情妇 影响了我们公司的形象好不好 我们这是在惩治道德败坏 肃清世荣世贸的积极行动 走 娘 赵婉哥 狗叫什么呢 你孤奶奶挖耳朵梅龙 你竟然敢撒我水 还骂我吃狗 我给你拼了 妇女怎么了 我都打你呢 嘴脏成这样 打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 你一个不知道被多少睡过的烂祸 听什么羞辱我 慕婉哥 小雅也是为了你好 你勾搭了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男人 谁知道身上有没有脏病 他就是帮你洗洗 你不要不知好歹 脏病 你造的谣啊 我说的是事实 造谣可是要付出代理 你们是怎么回事 住总监 他要做监人命 我没有 我正当防卫啊 你看看你们 都成什么样子了 赶紧都收拾好跟我过来 总监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有一个棘手的事情 公司交给了我们部门 公司东郊的建筑项目 有一笔款项没有结清 你们几个只要能收回款项 我就给你们升职 总监 我不行 我自己手头上 还有男工作人员做呢 我们有时间 我也不要去 谁不知道东郊那块地克钱 都被群小混混给霸展着 他们都是一群滚刀肉 贪财又好色的 公司已经舍进去好几个人了 我不行 我也不要去 这个不行 那个不去 怎么 你们不想升职加薪 到时候想全部卷布盖滚蛋 总监 我推荐木婉哥 木婉哥 夫人 还是你聪明 他一个小三应付男人 不还是轻而易举 成了 功劳是我们的 不成 正好他顶锅 一举两得 木婉哥 周总监 找我有事 公司交给你一件大事 你去把公司东郊的款项结了 如果能成功 我就给你升职加薪 东郊的款项 周总监 我是搞设计的 我不会收账啊 不会 不会那你现在就给我滚蛋 行 我接 你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办杂了 我就为你试问 行了 都去工作吧 孟婉哥 孟婉哥 好好享受啊 好好享受 毕竟专业对口嘛 这几个人没变好屁啊 沐婉哥 穆婉哥 那个 明天 你去见那间小混混的时候 小心点 最好准备好辣椒水 还有 提前报警 你在帮我 我什么都没说 陆总 陆总 到了 你没告诉夫人 我来试下的消息 陆总 没有 婉哥 确实是夫人 她身边那个流利流弃的人是谁 不知道 但那个方向只有横天的浪尾楼 陆总 我听说那里长期住到一群小后悔 借着要款向的名头 已经户害了不少小姑娘 夫人在横天卧底 难道是 你可喊上保镖 跟上来 好的 达到 莫小姐带到 这就是他们推我挡到的原因 你果然没编什么好屁 不过就这几个人 是个美人 来 这边坐 朱大志 两年前拖欠横天公司八百万 恶意占据横天地产 导致横天地产亏损五千万 共计五千八百万 对吧 谈钱多会谢啊 像你这样的美人 就该在老子床上 是几瓶美人的味道 恶意占据横天这次做得不错 总算给老子送来个像样的 老子现在有点兴致 就陪你玩玩 那要怎么玩 五千八百万可以给你 不过 你得跳段拖衣舞才行 拖衣剑 老子给你一百万 拖的越多 老子给的就越多 想要钱 就跳吧 不好意思啊 我腿瘸 跳不了 跳不了 这可由不得你说 这舞你是跳也得跳 不跳 也得挺跳 放手 不想让老子碰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猪哥哥 吓唬一个女孩子干嘛 人家跳还不成吗 哈哈哈哈 美人果然实相 听哥哥的话 待会儿猪哥哥好好疼你 你可不要学前面那几个人 要死要活的 惹得老子不认心 老子让人轮了他 我哪敢呢 哥哥 人家也想好好伺候你 可是人太多了 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吗 没听到吗 再转回去 来吧 好啊 臭女人 你敢玩我 来呀 把她给我抓起来 口出狂言 真是找打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你们 一起上吧 我们 走 走吧 让我走 extraordinary 走 快快, 夫人就在前面 刚才还说想玩我是吧 还说不放人是吧 你们这群王八蛋 就该丢进海里喂鲨鱼 这些年没少到他女孩子吧 第一个丢进海里喂鲨鱼的人 就是你 刚才还让老娘跳脱衣舞 还脱不脱了 还脱不脱了 不脱了 不脱了 姑奶奶我脱了 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你还有点求饶啊 晚了 鲨鱼哥 鲨鱼哥 你没事吧 池州你怎么来了 怎么 来看我的打戏的 可惜你来晚了 刚才我的全场功夫老厉害了 救命啊 大蛇哥 大英雄 大格大 我这个女人太凶了 你救救我吧 滚开 愣着干吗 把人给我偷出去 过来 过来 老公 你别生气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双眼难敌四手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你万一真出什么三长两短 你让我怎么办 哎呀不会的 你忘了 我可是学给我全脚功夫的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别让我带到机会 我饶不饶你们 都什么客户了 还逞强 陆总 你看 夫人 你想怎么处置他 这种人啊 不好好好好好教训教训他 他永远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人 好 十分钟之内 立马让他的公司破产清算 让他丧失一切可以祸害女人的能力 好的陆总 不要啊 放过我吧 不要 不要 你立马给我从横贴辞职 你想上班的话 就来我们自己的公司上 别啊 我保证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有了 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好不好呢 老公 老公 你真的生气了 陆池舟 你再不说话 我可就不哄你了 亏我今晚还准备了住信节目 看来你是不想要了 你还有理吗 我是让你去工作 不是让你去卖肾 你怎么能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火都接呢 不知道我会担心你的 穿这么少 小心着凉了 好啦 没提前通知你独自复显示我不对 下次不会啊 真的 真的 我保证 老公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呢 谁生气了 我只是在担心你的工作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老板就是人杀钱 你怎么会这么想 从我来公司半个月 都没见过老板一次 而且我们公司内部的管理混乱不堪 职责不明 谄媚上司 反正公司老板肯定目光敢抢 公司迟早满蛋 我分明都明白了 他们还没照顾好晚哥 看来确实是能力不行 既然这个班上得不开心 那咱们就不去上班了好不好 那不行啊 公司虽然垃圾 但是我可以看戏啊 看够了再说我还没看够呢 都依你 嗯 不过那群蠢货竟然没照顾好晚哥 我得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穆婉哥 冬交的款项收回来了吗 周总监 冬交的款项收不回来了 什么 收不回来了 五千八百万 你说收不回来就收不回来了 穆婉哥 该不会是你和那群小混混 臭味相投 想把钱给私吞了吧 私吞公款 总监 你赶紧打电话报警 抓人吧 穆婉哥 你该不会真的拿了封口费吧 你们一唱一喝得好精彩哦 所以就没人长了眼睛去看看今天的头条吗 朱大臣的群混蛋被人抓了 我根本找不到人要钱啊 被抓 怎么可能 宋建 她没说好 她要在东郊 以朱大臣围守的黑恶势力 经热心市民举报她 举报 沐婉哥 谁让你举报朱大臣的 她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我不举报她 等着被她欺负啊 还是说 你们就是故意的 之前那些人就是你们故意送去被她欺负的 怎么 怎么可能 你不用胡说八道 今天你不管什么理由 如果你把钱收不回来 你就给我滚蛋 谁说我没要回来的 朱大臣倒台 她占据的东郊烂尾楼 我已经找到一家大公司接手了 只要我们把楼盘活 就能日进斗金 别说五千万 就是五个亿也不在话下 五个亿 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你一个不三不四的小混混 哪认识什么大人物啊 沐婉哥 你以为一个随随便便垃圾小公司 我们恒天就能放在眼里啊 那不知道陆氏集团 你能不能看得上啊 你是说全国首富 全球排前三个陆氏集团 要是你跟陆氏集团合作 哪怕是只剪个骨头 都给我们赚的盘碗包买的了 怎么可能 你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拿到陆氏的投资 沐婉哥 这种谎话一戳就破 实在不高明 合同就在这儿 是真是假 你们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陆驰舟 他真有陆驰舟的签名 我们如果能拿到这笔投资 也算是和陆氏大人关系了 这以后金钱名利 岂不是招手就来 夫人 你这是做什么 这个是陆氏的合同 一个假合同 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 假合同 写事 沐婉哥一个没学历没资源的小混混 能拿到合同就有鬼了 真是白高兴一场扫兴 张沐沐 你说我的合同是假的 不然呢 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连最顶层的上流社会都接触不到 我一个总裁夫人都拿不到的合同 就凭你 靠你怎么拿 凭你出卖身体吗 我看啊 他就算是出卖身体 都不会有人要的 毕竟一个给人当过情妇的小三 是卖不出什么好价钱的 所以才会伪造合同 呸 真是臭标 嘴可真脏啊 说我伪造合同 难不成这上面陆氏的公章也是假的 蠢货 你敢打我 打就打了 你不同意啊 晚了 你打不过他 夫人 你可要敬我做主啊 慕婉哥 陆氏集团的陆总陆池周 每天日理万集 你是怎么能接触到他的 我不但能接触他 我还能摸他 倾他 睡他呢 要你管 我看你是心虚 说不出来了吧 总监 伪造合同可不是小事 咱们横天这么大的公司 如果让陆氏集团知道咱们伪造合同 那咱们可就完蛋了 对啊 总监 他一个实习生 完了也就完了 若是连累我们公司 反正他就是个小小的实习生 连最基本的工作都完成不了 我看赶紧把他开除了吧 这样也不会引火烧身 省下很多麻烦 张沐沐 你装总裁夫人装上瘾了 小心被拆穿的遭雷批啊 沐婉哥 你小小年纪 说谎成性也就算了 竟然还如此心思恶毒 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敢 你还反抗 说到我 有沐婉哥小姐在吗 你找谁 我是陆氏集团的项目部经理 找沐婉哥小姐 陆氏集团 找沐婉哥 徐经理你听我解释啊 这合同作假之事 都是沐婉哥一人所为 这和我们没关系啊 什么合同造假 就是沐婉哥 伪造了陆氏的投资合同 说陆氏愿意投资我们 东郊烂尾楼的项目 徐经理 他人就在这儿 您直接摸紧抓他就行 你 就是沐婉哥 是我 徐总 是来找我的 大老老师 我是来找您 沟通合同进程 怎么可能 这文件是真的 当然 合同是陆总亲自签的 这种件要是不相信 可以当面对峙 不 不用了 不可能 他一个小混混 怎么可能占下陆氏的投资 夫人 您不是说合同是假的吗 是啊 夫人 你怎么认不出陆氏的合同呢 难不成你这个夫人也是假的 你懂什么 徐总 我且问你 陆氏集团 为什么要和沐婉哥 这样一个实习生签订合同 据说 陆总是想和夫人开心 和夫人开心 和夫人开心 我说嘛 原来是沾了沐夫人你的股啊 沐夫人 徐总 不瞒您说 您眼前的这位夫人 就是陆总如假抱患的妻子 陆总的妻子 陆总的妻子 你什么时候成了陆池舟的妻子了 我怎么不知道 陆总妻子 怎么办 我怎么又换老公了 陆总的妻子 是我能冒认的 被发现了 会死得很惨的 夫人用得着 我给你这只小麻雀解释 陆总当初可是亲自打电话给周总监 要他帮忙照顾夫人 对 我 就是陆总夫人 公司传言 陆总夫人来横天卧底 看来 就是眼前遭位了 夫人好 一条点 我也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吧 赵沐沐她什么都敢认呢 赵沐沐 你说你是陆总夫人 怎么连陆总的金笔签名 都认不出呢 随口就判定这合同是假的 那是因为 我不想被我家那位特殊照顾 她不听话 所以我生气了 你记着这个烦不烦呀 夫人 陆氏这么大的投资 交给一个丝毫没有专业能力的实习生 沐沐沐也太儿戏了吧 你说得对 许总 既然这个合同是我老公给我的 那以后这项目就该我说了算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没问题 小沐 这个项目就交给夫人了 你就不用管了 凭什么呀 这次投资可是我谈下来的 就平常是总裁夫人 你 行哪 这次合作的所有合作商都是我去联系的 我倒要看看没有我 你们还怎么继续下去 夫人出马 还用得找你嚣张 那就走这桥呗 有问题可千万不要来找我 不好意思 我们只跟沐浑哥联系 沐浑哥 沐浑哥 该死的 沐浑哥到底给他灌什么迷魂汤 就只听他的话 让一下 挡路了 沐浑哥 这不是陆总夫人吗 陆总夫人有何归干啊 沐浑哥 你帮我解决掉那些烦人的合作商 我 我给你升值加薪 什么 陆总夫人您是哑巴吗 我怎么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 你帮我解决掉那些合作商 那可不行 烧人犯法 沐浑哥 沐浑哥 在呢 陆总夫人 我好多好着呢 陆总夫人 你这样可吓到人家了呀 嗯 好 你说 你要怎样才肯帮我解决掉那些烦人的合作商 呀 我这个桌子 还没擦干净呢 还有我这个地 好像也不是特别地干净 沐 我 沐浑哥 我打扫好了 那 合作 哎呀 我这个肩膀好痛啊 我来 嗯 这个力道怎么样 勉勉强强吧 那 合作 不谈 哎 沐浑哥 你耍我 是吧 我说过的 让你有麻烦不要来找我解决 人心不足蛇吞象 太贪心可是会受到惩罚的 你说对吧 沐浑哥 你敢得罪夫人 我看你是否想干了 我 夫人你没事吧 没事 夫人让你帮忙是看得起你 这样吧 你帮夫人解决好合作上的事情 成功了 分给你百分之十的奖金 百分之十的奖金 公司会同意 我可不吃这个大饼 沐浑哥 要么你先来答应 要么你先来立马给我滚蛋 好 我滚 等 等一下 好 我分你百分之十五 所有奖金都归你 项目也给你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老婆 快 快看看吧 我忙着呢 忙什么 那对枯燥的工作 能由我好看啊 没你好看 知道还不过来 我都等你一晚上了 好 如你所愿 来 露池粥 留下痕迹就算了 竟然还撕碎了我的睡衣 说狗的吧 害我还要重新买几套 好 欢迎光临 尊敬女士 又来一个穷鬼 我们LA可是欧洲皇室名媛都趋之若鹜的品牌 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敢随便借 小和扔给你 没意思 你好女士 对不起 没事了 带我去看看你们最新款的睡衣吧 行 这边 谁呢 没看到我们陆总夫人来了 陆总夫人 还是可就只有一个陆总夫人 夫人 LV小贾为您服务 把你们这店里的最新款 都给我拿出来 好的夫人 您稍等 首席设计师的绿座 全还是只有这一件 把它把我包起来吧 好的 等等 把它给我 可是这件事 这位女士已经买了 不可能 这可是设计师款 要加二十八万 她这样的穷鬼 怎么可能买得起 也就只有陆总夫人 这样的上等人才配得上 赵沫沫 沫婉哥 像RA这样的顶舍那一点 你有什么资格进来 你这种假缝虚黄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沫婉哥你放肆 怎么跟夫人说话的 快给夫人道歉 道歉 她也配啊 小河是吧 这件睡衣我要了 去买单吧 好的 等等 这件内衣我要了 像你这种 靠出卖色相的小混混 像这样的内衣 才更适合你 出卖色相 你不会是做那种工作的吧 请你立刻从我们店里滚出去 我们LA不接受你这样低贱的客户 什么 低贱 不要我说了 这位女士不是这样的人 你懂什么 陆总夫人说她是 她就是 难不成陆总夫人还能诬陷她不成 赶紧滚开吧 你个下酒流 真没想到啊 这么高级的商场里 竟然有你这种不入流的倒戈 你竟然还敢骂我 骂你怎么了 我看打你都不为过 作为一个导购 你工作不负责媚上欺下 踩着顾客往上爬 作为一个人 你逢迎拍马 不变是非道德低下 真没想到LA这种地方 竟然会招你这样的导购 你个下酒流 我竟然非撕了你不可 你们都不想干了是吧 店长 姑姑 你终于来了 就是这个没羞没骚的下流女人 她欺负我也就算了 还敢在店里胡闹 说我们LA没档次没眼光 姑姑 快把她赶出去 真的 真的 陆总夫人在这里 我可不敢瞎说 陆总夫人 可是这位陆总夫人 好像不喜欢这位小姐 亲口说她是出来卖的 夫人 夫人 您想要这件睡衣是吧 我马上要给您包起来 小假去 等等 你们就这么蛇蜀一窝是吗 这件睡衣明明是我先看上的呀 这位小姐 我们店是为皇师贵族明媛小姐 所提供服务的 不是你们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 能来的 今天我还就要了 我出双倍的价格 拿它给我 慕婉哥 你疯了吧 你有钱吗 就敢狮子大开口 你管我 就说你卖不卖吧 这里有六十万 我可以立马刷卡 夫人 这 我出三倍 我看上东西只能属于我 我出四倍 我出六倍 八倍 十倍 好 我出 它是你的了 算你识相 陆总夫人 二百八十万 去付钱吧 夫人 这边请 我来带您去结账 怎么就二百八十万了 二百八十万都够买一套房了 我去哪儿弄这么多钱 孟晚哥又坑了 陆总夫人 您怎么不走啊 您可是陆总夫人啊 区区二百八十万 您不会拿不出来吧 孟晚哥 你在说什么废话 我们陆总夫人的钱 多到可是几辈子都花不完 区区二百八十万 连零花钱都算不了什么 你说是吧 夫人 对 我有的是钱 只不过我花钱是为了开心 而不是为了找气手 我看见他就生气 你们这种店 居然让他这种小三进来 我生气了 这东西我不要 夫人您别生气 我马上把他赶出去 这位专职做情妇的小三 没看到你碍到我们顾客的眼了吗 作为垃圾 还不赶紧滚出去 别逼我叫保安 我若不走呢 你可真是光屁股推磨 转着圈都丢人 像你这样的下等人 就应该乖乖地待在角落里 出来做什么 一群臭水柜的老鼠都出来装人了 让我走 我倒要看看今天要走的人是谁 喂 十分钟之内我要彻底收购LA 然后让某些人滚蛋 假店长是吧 我们来看看 待会要走的人到底是谁 哼 这位小三小姐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打一通电话就能收购我们LA啊 就是 姑姑快把人赶走吧 夫人都快等得不耐烦了 喂 我们LA有人闹事 赶紧过来 沐婉哥 看到没 人店长都出手了 你若再这么执迷不悟 小心待会被丢出去 可别说认识我们 我就在这里等着 我倒要看看今天要走的人是我 还是你们 谁在闹事 经理 你怎么来了 就是他 你们两个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夫人我来晚了 你就是LA海事负责人郑经理 是的 知道我是谁吧 知道知道 您就是LA的新任主任 很好 把这几个人给我赶出去 碍受我的眼望 是 你们被开除了 宝安把人给我弄出去 经理 你为什么要赶我走 我可是LA的金牌收受啊 为什么 那当然是你们得罪的夫人 她 如果当夫人就要遇到你这种溜须拍马 拜高踩地的小人 我可不敢当 你们的夫人在这儿呢 收购LA的就是陆总夫人 分明就是眼前这位 你 陆总夫人 对 就是这位陆总夫人 对啊夫人 我是为了您才得罪她的 您您不能不管我呀 就是就是您不能不管我们呀 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哪有空管你们呀 你们这种势力小人 也配让我救 像你们这种无烟瘴气的地儿 我一秒都不想多待 我们走 不然 等等我 贾店长 你也可以滚 经理 经理 我车都想撒 我想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的经理 你别开了 我求求你了 你该求的不是我 你自己得罪了谁 你不知道吗 我得罪了人 她只是一个小三 她怎么能有能力收个LA呢 当然是因为 我才是真正的陆总夫人啊 什么 对 刚才那位是假的 这位才是真正的陆总夫人 她才是陆总夫人 我刚刚都干了些什么 夫人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求求您了 您千万别开了我呀 夫人 我们再也不敢冒犯您了 请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我们一定会以您为先 一定会听您的话的夫人 我可不敢要你们这种 前居后宫的店员啊 我怕砸了招牌 夫人 我可是这儿的金牌小臭 夫人 我还是这儿的店长 您别开了我 像你们这种人 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做尊重 再厉害我也不会要 我要的是小和这种 认真谦卑的人 小和 你过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这家店的店长 真的 谢谢夫人 至于你们 正经理 将他们赶出去 永不录用 服人 夫人 L.A.被收购的消息是真的吗 难不成 沐婉哥那个小太妹 真的有能力收购国际顶摄品牌 怎么可能 那正经理为何对他如此恭敬 那 那肯定是因为 沐婉哥收买了那个正经理 给他做戏呗 那L.A.本来就是我老公的项目 我 我今天就是来视察的 谁想到会碰到这样无言张气的事情 看来 L.A.并不值得收购 这样啊 那还真是遗憾 就是沐婉哥那个人 实在是可恶 沐婉哥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你们这两个小垃圾都敢出来乱晃 我为什么不敢 你 沐婉哥 你真是自不量力啊 全花二十八万买个睡衣 怎么 现在想靠睡衣上位 不过你得睡多久才能挣回来啊 你给我闭嘴 你造调谁呢 沐婉哥 你居然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了 还用挑日子不成 嘴脏成这样 出厕所的时候擦嘴了嘛 你 你什么你 尊贵的总裁夫人 被人赶出来的滋味好受吗 沐婉哥 你闭嘴 夫人也是你能欺负的吗 我警告你 总裁下周就要回来 你这么欺负夫人 小心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什么 总裁要来视察公司 是啊 夫人 周总监接到上面电话 说总裁下周就要回来 夫人 您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除掉沐婉哥这个暗影的烂货 好 好主意 行 那我等着 总裁马上就到我们设计部 大家准备一下 这还是陆总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市场的 夫人 你说待会儿陆总 会不会直接过来找你啊 应该不会吧 她最注重公司分明了 这赵木某真是一刻也忘不了自己的人设啊 陆总 您终于来了 夫人和我们一起等着您呢 沐婉哥 陆总来了 待会儿看你怎么在公司待得下去 陆总 陆总 夫人就在这里 陆池舟 你怎么来了 胡闹 陆总也是你能胡乱教的 快坐下 对 我是第一次见到陆总 所以比较激动而已 齿舟说她去新公司视察 难道恒天真是她说够的 陆总 她一个新来的实习生不懂规矩 您别和她一般计较 你就是这么对她的 陆总 实习生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被人轻视使唤 道歉 陆总 我一个主管 当着一个实习生的面道歉 不是 陆志集团 不需要一个不尊重员工人格的人 立马给我去认识室 别 我道歉 对不起 没事 我原谅你了 有些人啊可真是会抢风头 陆总来了 夫人都没说什么呢 四个儿可就站了起来 傻姐 别说了 刚刚陆总还让主管给阿哥道歉了 那是陆总人好 不跟这种吓的人计较 不代表咱们部门就可以容忍这种不守规矩的人 夫人 你刚刚看她那个骚样子 明显就是故意引起陆总注意 企图勾引陆总的 沐婉哥 我的男人 你想都不要想 张沐沐 你确定陆总是你的男人 那怎么刚才她过来的时候 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你呢 沐 吵什么吵 陆总让她去办公室一趟 沐婉哥 你听见了吧 我和陆总夫妻之间 有些话虽然应该关上门 单独聊 你等等 陆总让沐婉哥过去 什么 将沐婉哥过去 哎呀 看来你们夫妻之间 并没有什么话要单独聊聊的呀 你 夫人 我这张脸可是要去见陆总的 你确定这一把掌你打得下去 我不跟你计较 我不跟你计较 那我就去见陆总了 拜拜 陆总 持久 这是在公司 你要干什么 嗯 说吧 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问你怎么了呢 明明说好不差说我的工作 私底下 确保我的公司都说够了 还不是放心不下你 所以我就说我够的公司 吩咐下去了 叫他们好好优待你 结果没想到 你还是受欺负了 要是我没收过公司 你岂不是会被欺负得更惨 那是他们蠢 竟然把别人称总裁夫人 说起来 还是怪你 要不是你搞照顾总裁夫人这一出 他们也不至于让人冒领身份 对一个假货几经缠媚呀 是啊 确实怪我 我立马吩咐下去 找人澄清你的身份 还有你们部门 你们公司的项目 哎 别啊 我这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 你现在包吾我的身份 那我在公司多尴尬 要不我们等项目结束 好呀 那你求我 老公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帮人家嘛 这样总可以吧 老爸 那今天 姑且就饶她一名 一个月 我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以后 陆氏集团年会 届时 我会在全公司的人面前 宣布 你是我的妻子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向全世界宣布 你是我的女人 莫夫人 陆总来公司不见你 反而叫那个土包子干什么 大概吧 陆总他一向公司分明 在公司只谈公事 他没过来找我 就是怕打扰我工作 公司分明 不计较员工过错 原来陆总是这样的人 夫人 能嫁给陆总一定很幸福吧 当然了 嫁给陆总的快乐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把跟总部的项目做好了 一个月以后的陆氏集团年会上 将会得到当众表彰 我没听错吧 在陆氏年会上获得表彰 这得是多大的功绩啊 若是能得到陆总的表彰 咱们的业界也算是出名了 沐婉哥 这个项目你加油 好好干 好 好啊 对了 夫人 我刚刚在陆总的白色衬衣上 看到了一个口红印 陆总进办公室之前 可是没有的 干什么 沐婉哥 我真是小看的 居然敢抢我男人 赵 沐婉 你又在发什么疯 诸位 这个人可是个惯三 上次在机场勾引孙先生不成 现在把主意都打到我的池州身上 怪不得看见陆总叫得那么亲热 原来企图勾引陆总呢 沐夫人 沐婉哥一个不是赵 这其中生日会有什么误会 有什么好误会的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都是手段勾引池州了 或许只是发生了意外 有这巧合呢 沐婉哥 你快跟夫人解释一下 不 不用解释 就是我亲的 你看见没 她自己都承认了 她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 兔包子 真是不要脸的 我只是承认我亲了她 我可没说我是小三啊 赵沐沐凡要是你 说谎说久了 你不会该自己都当真了吧 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总裁夫人 我没有说谎 行 你是总裁夫人 赵沐沐 我原本以为 你只是可怜又可笑 现在看来 这些都是你自找的 一个月后 录制年会 你可别后悔 一个下降的女人 后悔的是你 沐洁 你怎么来这儿了 发消息不回 打电话不接 我只好来这儿找你 你想干什么 上回你给我的钱都花完了 你再给我点 这才几天 我看几千块钱你都花了 那点钱哪儿够花呀 你再给我点 别动 我没有 你没钱 沐洁 当初你说你是富家女 养得起我 我才松凉的 这才过去几天啊 你要不给我钱 我就去那公司闹去 等一下 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帮了我 我就给你 杀人放火的事 我可不干 当然不是了 但你最擅长的 看见那个土包子了没 可我带劲的 你呀 去把它给睡了 然后拍床照给我 你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你们干什么 小姑娘 长得挺带劲啊 下来跟个儿几个玩玩呗 你们 别紧张 我们两个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我好害怕呀 别怕 下来聊聊呗 住手 放开你女孩 少管些事 滚开 我最讨厌欺负女人的人渣 这件事我管定了 找死 兄弟 上 给她点教训 以后 还敢再欺负女人吗 不敢了 不敢了 快滚 你没事吧 没事 今天多亏了有你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总不能让社会被这群人渣给败坏了 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 对了 这张卡给你 作为感谢 我不收你的钱 不如 把你的微信给我 好啊 这么晚了 要不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好 拜拜 拜拜 路上小心点 好啊 怎么样 王哥 我们哥人俩演得不错吧 不错 走 拿着 好好好 谢谢王哥 谢谢王哥 走走走 走 他们果然是一伙的 这么晚了 还在忙工作 是啊 马上就要公司年会了 这个项目总得在年会之前干出来吧 这个王涛是谁啊 这个王涛是谁啊 一个不安好心的人 不重要 老婆 你变了 你开始有事瞒着我 我哪儿有 好吧 今天下半路上遇到几个混混 是这个王涛姐的围 但我发现混混跟王涛认识 他们就是演的 所以我本来想留着她的微信 看看她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既然你不喜欢 不 删了 出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不行 老婆 以后你上下班 都必须由我来送你 啊 删了 删了 行行行 我到公司了 你们快走吧 怎么 真不想让我被人看见 我们是在偷情吗 老婆 要是被人发现 确实像在偷情 你们赶紧走吧 一 挂 我 是 吧 区娃哥 又要骑了你那个破车来的 都在恒天上班了 还整天骑你的破车 不怕丢人现眼 他就是个土包子 哪能跟夫人比啊 夫人做的可是价值不菲的豪车 还要司机接送呢 嗯 今天可不是司机送的 是陆总 哦 是吗 那当然了 陆总可是很爱我的 慕婉哥 你别以为你是一些下作的手段 陆总就会爱上你变心 一个下贱的土包子还被肖想陆总 陆总和夫人才是天生一对 小小姐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咱们一直以来会不会搞错了呀 搞错什么 或许慕婉哥才是真正的总裁夫人呢 你还以为我是假的 张蓉蓉你干什么 她只是随口一说 你有必要打她吗 还是你本来就在撒谎啊 灰灰 你是不是搞错了 她就是一个土包子 怎么可能会是总裁夫人 可是我 我今天早上明明看见她 够了 陆总没有人能质疑我的身份 至于她就是个浪荡的婊子 她就是个浪荡的婊子 可是我今天早上明明看见她 我马上就能跟你们证明 你呀你 夫人 等等我 夫人 你还是叫我婉哥吧 不管你早上看见了什么 帮我保密 可小姐跟主管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就算你把这件告诉他们 他们也不会相信她 喂 交代给你的事情 什么时候办好 别着急啊 那个叫沐婉哥难搞得很 需要时间 快点 要不然的话 别想从我这拿到一分钱 知道了知道了 我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什么办法 今晚就知道了 我去 谁这么缺德啊 把我车胎给卸了 沐小姐 好巧 咱们又见面了 你的车 刚好我见开车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你怎么来了 我车刚好坏了 我是说好要来接你下班的 嗯 走吧 好 顶 顶 顶佩豪车 租一天得好几千吧 好 这么现在的现场啊 还在移民宽头 今天澳神队长在这里呢 终于 啊 名副此时 澳神终于是神了 在今天的这场 哎哎哎 看得这么起劲呢 你关我电视干吗 交代给你的事情 这么久你都没有办法 还有脸看电视 这不能怪我 我连她轮胎都换了 就想制造送她回家的机会 没想到人家上了价值千万的豪车 这我哪能比啊 你说什么 她真的上了价值千万的豪车 我亲眼所见 这个下流的女人 果然勾得了有钱男人 要我说 你老正对她干嘛 你懂什么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是贫困生 她就备受关注 我呢 就是没有人注意的小透明 我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 把她踩在脚下 我为什么放过她 我不管 反正我钱给你了 你必须硬上 也把她照片给我拍了 送到这里就行了 还有一条街的路 可以自己走过去 好呀 老婆 那你上班辛苦喽 嗯 那我走了 嗯 拜拜 孟小姐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跟我过来 什么事儿 等我下班再说吧 少废话 叫你来就来 走 放手 放手 嗯 王涛 你总算不装了 你跟他们就是一伙的 还不算太蠢 本来呢 你乖乖听话 我还能对你温柔一点 可惜 你太不知好歹了 我只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你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干你 兄弟们 把手机架起来 一会儿 给我录清楚了 王涛 我警告你 现在给我下跪道歉还来得及 别等到待会儿追悔莫及啊 追悔莫及 追悔莫及 睡不到你这样的伟人 我才追悔莫及呢 老子今天带我看看 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谁给你的胆子 我看今天谁敢动他 别过来 我们手里有刀 敢过来 我捅死你们 不管我的事 都说他自己来 别开枪 你们是什么人 敢动路不来 我看你是活你了 池张 你是吧 陆总 夫人 你是陆氏集团的 陆池州 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 把他们手脚砍断 逐出海城 不管我的事 都是赵姑姑这是我干的 陆总 夫人 饶我这次吧 现在知道错了 刚才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不要 带下去 上 夫人 丑木木 你个瞎见女人 都是你害的我 都是你害的我 没事吧 回家 嗯 电话打不通 木婉哥也没来 王涛现在 应该得手了吧 木婉哥 你 你怎么来了 工作日啊 我不来公司 那我去哪里啊 反倒是你 看到我没出事 应该很惊讶吧 你说什么呢 这不是到了工作时间了 我怕你迟到吗 没迟到就好 那你好好工作吧 我去个卫生间 您会马上开始 赵木木 姑且就容着你再蹦打两天啊 该死的王涛 消息不回 电话也不接 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手头上的事都先停一停 总部的徐经理来了 有个好消息 让徐经理告诉大家 这是设计部和总部的项目 大家完成得不错 而且 帮陆氏集团拿下了招标 这段时间 大家辛苦了 来 为自己鼓鼓掌 这么大的功劳 集团 是不会忘的 陆总 是不会忘的 下周公司年会 大家都可以去 在年会上 陆总会论功行赏 在这个项目里 功劳最大的 陆总会点名表扬 加了这么久的班 累死我了 光口头表扬可不够 不 这个人就是 梅夫人 梅夫人 你准备好了吗 哎 你搞错了吧 方案和设计图都是我做的 合作商也是我搞定的 他可什么都没干 你一个实习生 一边去 合同是我签的 方案也是我日夜夜加班 赶出来的 他一份力都没出 不信 你问他吗 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婉哥的 婉哥出力最多了 陆功劳也是婉哥最大 可算了吧 这个项目原本也是交给我带的 慕婉哥是我手下的兵 听我的安排工作 是他的本分 功劳也应该是我的 赵慕婉 你不要领的本事 真是次次让我开眼啊 你 怎么 不站立还想打人啊 别闹了 慕婉哥 你一个实习生 夫人肯让你参加这次的项目 已经是对你的锻炼了 至于更多的项目 你想都不要想 慕婉哥 德志的夫人 你还想不想在集团里放呢 你们就这么确定 她是夫人 她不是 难道你是 我是不是 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你少胡说八道 徐经理 你也看到了 这个人满嘴胡言乱语 还不负广教 陆氏年会 可不能让这种人混进去 既然夫人发话了 那她的邀请函 既然 陆氏年会 大人物云集 慕婉哥 你现在给我下回道歉 我就考虑考虑 原谅带你去 是吗 难不成你真的以为 就凭你们 就能拦住我 好啊 那咱们拭目以待了 这就是陆氏年会 七星级酒店 可真豪华 小雅姐 慧慧 你也来了 这种地方无担都不敢进 咱们等夫人来了 一块儿进去 小雅姐 其实有件事我准备告诉 那赵木木是假的 慕婉哥才是真的总裁夫人 你可千万别得罪了慕婉哥 你在说什么胡话呀 这也没发烧啊 哎呀 我说的是真的 什么真的 总监 慧慧竟然说赵木木是假的 慕婉哥才是总裁夫人 总监 你说可笑不 赵木木可是总部徐经理 认证过的陆东夫人 怎么会有假 慧慧 你这话以后可千万不要再说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啊 慧慧 你就是被慕婉哥那个小混混给蛊惑了 你要记得 咱们能参加陆氏年会 全都仰仗着慕夫人 至于慕婉哥 他连进都没资格进 是啊 这么气派的地方 整个恒田集团 咱们设计部是独一份 多亏了慕夫人 你们在说什么呢 慕夫人 我们在感谢您呢 要不是因为您 我们哪配来这种地方 知道就好 慕婉 你这个衣服要不少钱吧 那还用说 我这礼服可是价值上千万呢 价值千万 慕婉哥呢 那个小太妹没来吧 他连要请函都没有 来这儿不是自取其辱吗 就是 他一个爱说谎的小混混 没来就算了 我们进去吧 咱俩的手链 百大菲利的手表 黑马士的包 他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那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怎么 看到我很惊讶吗 慕婉哥 你以为你租一条行头 保安就不会拦你了 这可是陆氏年会 没有邀请函 谁都别想进去 你还是在门口摆摆阔吧 是吗 你待会被赶出来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我但是想看 他准备被赶了出来 喂 你赶错了吧 他刚才就没有邀请函 你怎么能放他进去呢 你说他 他不需要邀请函 我们都需要邀请函 凭什么他不需要 你不会是工人包庇他吧 你现在就把他给我叫出来 不然的话 你就帮我们滥用直传 你们抄上什么呢 不是我们闹事 你们私自把 没有邀请函的人 放了进去 现在怎么说 也该把人赶出来吧 大胆 你们对那位不敬 你们现在就给我滚蛋 夫人 这保安怎么这样 我们不会真的被赶出去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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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都是有邀请函的 对 我们都有邀请函 有邀请函 既然是真的 那你们就进去吧 木婉哥到底什么事 让那个保安这么对我吗 该不会 她又勾搭上那个保安了吧 木婉哥这种下流的女人 只能怕出卖身体了 你们别再这么说晚歌了 钱混混 那个下街女人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背叛我们处处维护她 我没有在维护她 我是在 在维护你们 下街 总监 我们在一起公司这么多年 我不想让你们被赵木这个家伙给欺骗了 特色的路走 连工作都丢了 你闭嘴 我看想让我丢了工作的是你吧 夫人明明就在这里 对啊 婉哥说得对 两月南圈该死的鬼 既然你们都信她 那我走 夫人 夫人 你脸怎么了 夫人 他们打你了 待会用冰块敷一下会好很多 木婉哥 你真是好手段 不过 衬的假不了 假的衬不了 你装不了多久 这句话我也想对你说 我们到底谁在装 待会儿就见很小的 好 我等着 陆总来了 看到没涂包子啊 刚刚陆总在看夫人呢 是吗 我怎么没看到她在看慕夫人啊 她虽然没开口 但是她到底在看谁不言而喻 木婉哥 我和陆总感情甚度 不是你这种惯三可以插足的 稍后陆总会在宴会台上 宣布夫人的名字 还会当众称赞夫人 王哥 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可千万别跳出来扫兴 要不然 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来大家安静一下 上一年陆氏集团的项目 取得了巨大成功 下面让我们陆总 为本年度最佳工程 颁发奖传 欢迎 为本次陆氏项目顺利落地 取得最大功劳的优秀员工是 恒天设计部 赵木木 徐经理 徐经理 你确定 为本次项目做出最大功劳的是 这个叫赵木木的同事吗 我怎么听说 这个项目是由一个叫 穆婉哥的员工一力操办的呢 这个项目我一直盯着 的确是穆夫人做的 至于那个穆婉哥实习生 他可能是故意说的 恒天的人呢 项目确实是穆夫人做的 功劳多归他 至于穆婉哥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根本就没出过力 对对 是这样的 撒谎 是我看着婉哥 日日夜夜做的这个项目 怎么现在功劳就给他人了 是我看着婉哥 日日夜夜做的这个项目 怎么现在功劳就给他人了 那个叫穆婉哥的实习生 和陆总有什么关系啊 人让陆总日日夜夜看着 这个关系匪浅吧 陆总 我们没说谎 这个项目的功劳 确实是夫人 是啊 确实是夫人的功劳 夫人 上来吧 夫人 快去啊 快去上啊 夫人 你 我宣布 穆婉哥 就是我的夫人 什么 陆总 您的夫人不是赵木木 木夫人吗 我的夫人 从来就只有婉哥一人 剩下的什么赵木木 狗木木的 我不认识她 天哪 我都做了什么 陆总夫人就在我的眼前 我竟然认错了人 我还帮着假货 刁难辱骂夫人 我 都怪你 要不是你的陷害 我怎么会得罪夫人 张木木 你现在死心了吗 陆总 我要告发 沐婉哥这个不守复道的女人 她嫁给了你 还跟别的男人没来眼去 这 陆总夫人 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口秀无凭 是真的 是真的 我朋友说 亲眼看到这个女人 上了老男人的车 我有照片 照片都有 难道是真的 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 你说什么 诸位 照片上的这辆车是我的 那日 我接夫人下班 有什么问题吗 陆总和夫人感情好得很 哪有的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赵木木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好 既然你无话可说 我来听你说 赵木木 因爱慕虚荣冒领我的身份 在公司内部 为虎作娼 拉帮结派冒领功劳 致使整个设计部内部 乌烟瘴气 今天这一切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万哥 不 夫人 这一切都不关我们的事啊 都是他干的 对对 我们也是被他毛病 我们也是受害者 夫人 对下欺辱压榨 对上极尽谄媚 你们这种为虎作娼的东西 比他更加可恶 我不能容忍 整个陆氏集团更加不能容忍 你们两个被开除了 陆氏总部会向行业说明你们的情况 实在全完了 行业内通告 你们还有哪个公司会用我 徐经理 你往哪儿去啊 夫人 别叫我夫人 我不是你口中小小的实习生吗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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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陆总 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赤周 这个人的性质和周总监他们一样 如果让他有在公司 那么有能力的人 就永远无法向上进士 好 那便让他 同他们一样处置 陆总 这些年在公司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您不能开除我呀 我上有劳下有巧 还有房贷没还 我求求你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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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别开除我 陆总 陆总 陆婉哥 你装什么装 你不过是嫁给了个有钱男人吧 看着风光 到最后还不是依靠着他 你比我 有高费到哪里去 你有什么资格跟婉哥比 我与婉哥自幼便在孤儿园一同长大 陆氏集团创业初期资金缺乏 是婉哥一人一天打三份工 鼓励我支持我 才让我能够创建陆氏集团 正好现在大家都在 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宣布 慕婉哥 就是陆氏集团的女主 拥有整个陆氏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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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一半的股权 有了这些股权 能一句话能感觉 决定公司未来的发展 这么看来陆总也是在给富人打工啊 你说是不是 赵嬷嬷 我曾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可还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因为你很多人都犯了错 你的父母家人也会因此受到惩罚 到现在你可有一次后悔 嬷嬷嬷 没必要假惺惺的 你想怎么处置我随便你 至于怎么处置你 还轮不到我来 赵小姐 我们怀疑你涉嫌一起教售人犯罪案件 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 我不要去警局 莫婉哥 伯伯哥 我求求你 我不要去警局 好好改造 我希望你在里面能够想清楚 自己到底错在哪 你 莫婉哥 走 我求求你 你教教我 我不要去警局 好了 诸位 别让他扰了我们的兴致 年会继续 来 庆祝一下 好 智忠 怎么了 好 婉哥 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真的吗 你和云晨沐相前 DNA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 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妇女 但是目前还尚未查清 她当年将你遗弃在孤儿医院的原因 等查清之后我们就去认清 不 闻哥 我们也算是有长辈了 迟舟 我想尽快回去一趟 好 立刻准备专机 明天就走 不 是我一个人去 迟舟 你的身份容易招来别有用心的人 我想先和他们熟悉熟悉 再带你之间谈 爸 妈 既然你们的亲生女儿要回来了 那我这个冒牌活 也该走了 这辈子欠你们的 我下辈子再还 不是好闺女 你这是干什么呢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这么久 就算是她回来了 你也是我们的闺女 留在家里 那都不准去 爸 晚哥在外面受那么多罪 回来看到珊珊 对她不公平 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咱们接她回沐家享福 她就应该对咱们感恩戴德 再说了 咱们沐家的颜面才是最重要的 她沐晚哥公安院走出来的穷酸丫头 碰到少林社会 什么都不懂 束手束脚的 到时候丢的是咱沐家的脸 哪比得上咱们精心培养的珊珊呀 你说得对 咱们沐家 怎么说在云城也是有头有脸的时候 确实需要一个能撑得住场面的女儿 珊珊 你要留下吧 谢谢爸 老爷夫人小姐回来了 老爷夫人小姐回来了 爸 来 你是万哥 是 是 好姑娘 这一年你受委屈了 我和你妈得到消息后 日日夜夜吃不下饭 担心死你了 是啊 我们都很担心你 她怎么长得这么像赵琳那个贱人 赵琳不是都已经死了吗 王哥 以后 你就是我沐家的大女儿 整个沐家 都是你的后盾 在沐家 在云城 以后你想做什么做什么 想要什么有什么 谢谢爸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珊珊 以后就是你妹妹了 当年你们两个报错 她也是受害者 虽然和咱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也是板上定定的一家人 以后咱们家 就对外宣称 你们两个是双胞胎 你年幼的时候走散了 现在才找回来 可别说露嘴了 好 以后你就跟着珊珊 有什么不同尽管问她 珊珊 这段时间你又帮着王哥 尽快融入我们上流社会的圈子 好的爸 我一定好好带着姐姐 姐姐 上流圈子规矩多 你可要好好学啊 可别多了咱们家的脸 好 看到你们这样 爸就放心了 这种廉价的东西 怎么能穿身上呢 珊珊 一会儿带你姐去买几件 拿着出手的衣服 过几天袁大使音乐会 你穿着去 好嘞爸 我们现在就去 走吧姐姐 就是这儿了 自己挑吧 穆珊珊 你让我在这里挑什么 挑衣服呀 十块钱一件 二十块三件 物美价廉 怎么样 是不是很适合你 爸让你带我来选音乐会的衣服 你竟然带我到这里来 这种地方怎么了 像你这种土包子很合适呀 你不会是想要 穿几百万一件的礼裙吧 也不看看你自己 配不配 行了 地方我也带到了 你自己挑吧 我就先走了 拜拜 穿这个参加音乐会 我倒是无所谓 只怕穆珊的脸要被丢干净 刚回来 我虽不想太过搞掉 但也不能如此被人看扁 哇 没想到云城这种地方 也有我的自创品牌店啊 您好女士 有什么我能帮到您的吗 帮我把这件取下来吧 好的 你是 陆婉哥 陆婉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哪儿跟你有关系吗 等等 陆婉哥 陆婉哥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可是国际有名品牌设计师 King的原创品牌 这里一件礼服起码数千万 就凭你根本不配来这儿 把它赶出去 别拉低了品牌档次 这位女士 她进的店便是我们店的顾客 您这么做恐怕不符合规矩 我可是你们店的金卡会员 每年在你们店消费上千万 在这里我就是规矩 可是 还不按我说的去做 把它赶出去 要不然 我让你们店长开除你 可是 King在品牌创立之初 便定下了品牌理念 平等 尊重 每个进店的顾客 无论是身价千亿的富豪 还是身无分文的乞丐 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 驱赶客人的行为 这明显违背了品牌理念 沐珊 妳别为难她 你知道 放心 我来处理 还你来处理 沐婉哥 你一个从孤儿院出来的下等人 可真会说大话 你们店长呢 我要你们两个 都滚出去 你打电话给店长 让他现在过来 喂 店长 你在哪里 店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店这个工作人员得罪了我 还有 这个打扮吐气的下等人 碍了我的眼 我要你 把他们两个都赶出去 店长 我记得你们品牌 向来最是强调 客户与客户之间 客户与服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尊重 如果有客人违背了品牌理念 那么品牌有权拒绝向其出售旗下产品 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什么干什么啊 还不赶他们出去 您教训的是 沐小姐 本店不欢迎对员工和客人不尊重的顾客 现在请您出去 你有没有搞错 我可是你们店的金卡会员 在这里消费数千万以上 你为了一个什么都买不起的穷鬼 要赶我走 我们店奉行的是以人为本的原则 您目中无人 有再多钱也没有用 沐小姐 您是自己离开 还是我们找人请你离开 好 为了一个穷鬼 赶走真正的消费者 你们会后悔的 沐小姐慢走 沐浩哥 你得意什么啊 在荣城 我是高高在上的穆家千金 而你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一身穷酸味的落魄山鸡 丑小鸭之所以会变成白天鹅 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只鹅蛋 至于一只鸭子 虽然在天鹅的保护下长大 但始终还是一只鸭子 我的好妹妹啊 你冒充了我的身份二十多年 现在遇到我 就该夹起尾巴做人啊 你说谁是冒牌货 谁急了 说的就是谁 沐浩哥 别以为你回来了 就可以抢走爸妈 我才是他们心中最疼爱的女儿 你给我等着 我要你好看 沐总抱歉 这边人不认识您 冒犯到您了 店长 您这是 小鸭 你不是成天念叨着我们品牌创始人吗 这位就是我们的品牌创始人 天哪 我居然见到真人了 老板 您居然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太抱歉了老板 我刚刚居然让那人那么羞辱您 都没有制止 没事 你一定做得很好了 张店长 这个小姑娘有前途 好好培养培养 是 还不快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好了 帮我把这件衣服包起来吧 好 人呢 你好 这些都给我包起来 刷卡 好的 一家卖衣服的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想让我消费的店多的是 失去我 是他们的损失 请问你是沐珊珊小姐吗 是我 包起来呀 不好意思沐小姐 你已经被上帮拉黑了 所以无法从本店购买商品 什么 我被拉黑了 我 看清楚了 黑金卡 存款上千万以上 沐小姐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好 你们有种 不收我钱是吧 外面有的是店家 等着要我的钱 沐小姐 本商场所有的奢侈品 都是上帽成员 你无法从本商场 购买任何商品 气死我了 沈沈 怎么了 还不是我那个姐姐 刚回家就夺得父母所有的关注 我好心带她去商场买衣服 她居然羞辱我 说我只配穿地摊货 还禁止商场把所有的衣服买给我 她怎么这样 你们不是双胞胎姐妹吗 可能是因为这些年 她在外面受苦 而我在家里享福 心里对我有些怨恨吧 这也不能怪你啊 沈沈 我跟你说 这种底层上来的人 唯唯不唯得 你可不能认她欺负我 这种人 你就得给她一颗教训 让她以后不敢欺负到你头上 这 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过几天 不是钢琴大师云朗的音乐会吗 也这样 沐婉哥 你这次要丢脸了 她这种底层来的 之前怕是连钢琴都没有见过 怎么听得懂大师的琴音呢 不过是模仿我们罢了 我弹的这种曲子 不是我的音师 各位 见像 康凯将 情绪饱满 不愧是袁大师 听说袁大师师称马克西姆大师 这首《克罗地亚狂想曲》 就算马克西姆大师今日清理现场 也跳不出丝毫错误 什么 姐姐 你说袁大师还没有你弹得好 原来你弹钢琴这么厉害呀 孟岸哥 袁大师刚刚演奏完 这钢琴还热乎着呢 要不你上去弹异曲 让大家见识见识 这位小友对我刚才的演奏可是不满意 袁大师 首先 刚才在你演奏时 我并未发表任何意见 其次 你什么意思 自己说了话不承认了是吧 姐姐 我不知道你刚刚只是在说大话 我还以为你是比袁大师还要厉害的钢琴家呢 所以才闹了这么一出 要不然你给袁大师道个歉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哎 道什么歉 让他继续说 其次 其次 他们说的也是事实 刚才这首曲子的完成度 确实不算高 王哥 别吓我说 袁大师 这是我从乡下才接回来的女儿 粗笔惯了 不懂艺术 您这样的大人物 别跟他一番见识 快给大师道歉 我从不会为我所说的真话而道歉 你懂什么 快道歉 哎 道什么歉 大家平等发言嘛 小友今天既然这么狂 不如上台演奏一首 如果今天能让我心服口服的话 我身后的自家钢琴就送你了 这可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钢琴 王家典藏版 是无价之宝 好 别胡闹 快走 姐姐 都这个时候了 咱们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你就给袁大师道个歉 这个事就过去了嘛 我的好妹妹 你不就等着我丢脸吗 袁大师 克罗地亚狂想曲 单从曲谱拆解 其实并不算难 只是非常考验弹奏者的力道 若是力量不足 便会使得圆曲失去情绪与激昂 刚才您在24以及31拍的变调部分 案件力道不足 导致情绪上有所间断 她说的话有几分道理 这小姑娘 知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 袁大师可是全国唯一一个 去维也纳音乐大厅开过音乐会 还接待过王氏的音乐大师 说袁大师完成度不高 可真是口出狂言 今日当着您的面 我也来上一曲 速度与力量见长的钢琴去吧 当着袁大师的面 她还真敢说啊 毕竟是底层出来的 我看穆佳这个闺女啊 是彻底废了 有鸿飞舞 四處连弹奏曲落 至今为止 从来未有人弹奏曲落 他怎么做到的 绝对不可能 袁大师 不知我刚才弹奏这一曲 您觉得如何 妙极了妙极了 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绝对不可能 袁大师 这首曲子从未有人弹奏出来过 他会不会是作弊了 胡闹 我在现场当着我的面 有没有作弊 我不知道吗 小友 在情境上我确实不如你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我把这台钢琴送给你 袁先生 钢琴太过贵重 意义更是非凡 我不能收 这样显得我粗啊烦啊 我的情意确实不如你 今天大家做个证 这台钢琴属于你了 既然袁先生坚持要送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是我女儿 厉害吧 沐小姐才貌非凡 即使从小不远在身边 也能有如此成就 沐老板 脸上有光啊 那当然 不想让谁都走 可恶 我竟然让这个女人占尽了风头 沈沈 这么着急 去哪儿啊 小周总 哼 实话实说吧 哇 看上了你那刚回来的新姐姐 要不 帮我引尖引尖 哇 看上了你那刚回来的新姐姐 帮我引尖引尖 这个夏流女人 刚回来没多久 就拷引到男人了 姐姐高傲得很 我说的话她都不听的 哦 那看来 我给司机想办法了 等等 怎么了 小周总 姐姐刚回家 爸妈看得紧 你若是欺负了姐姐 爸妈肯定不会放过你 不过 我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让你得到姐姐 就是不知道小周总 够不够诚意了 够啊 老子向来对美人 那都是满满的诚意啊 好啊 那小周总 敢不敢去我们家 求娶姐姐 老子只是想玩女 你去让我娶她 求娶只是手段 关键看你得到了什么 你若是真的得到了姐姐 关上门 你们什么情况 爸妈也管不着 你若是玩腻了 把她关在家里 还可以继续风流 你对你这个亲姐姐 倒是真狠啊 不过我喜欢 不过我喜欢 木稳哥 这就是你抢父母的代价 爸来 晚哥 快 妈给你介绍一下 作为是金海集团少东家周延 是咱们云城的人中龙凤 今天来咱们家 是专门为了求娶你的 沐小姐 上次音乐会议读你的风采之后 一见难忘 于是厚着脸皮来到沐家提亲 还望沐小姐 是我冒昧 可是我 可是什么可是呀 周少出身显赫 家世好人长得也帅 打着灯笼都难找 如今能看上你 也是咱们沐家跟着沾光 是啊姐姐 像小周总这样的人中龙凤 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晚哥 我们周家是诚心求取 你放心 我们周家给沐家的彩礼 不会低于十个亿 什么 十个亿的彩礼 当然 与我而言 这些钱怎么能和晚哥相比 等晚哥嫁过来之后 周家和沐家的合作 我们周家 可再让你五个点 五个点 晚哥 这门婚事 爸做主了 替你答应了 爸 我不能接受 晚哥 小周总诚意满满 这么好的条件 你还有什么不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 小周总 抱歉 晚哥 爸 你有哪里不满意 我们可以再商量吗 是我的问题 小周总 我确实不能嫁给你 您请回吧 好 小周总 死丫头 你最后给我一个解释 晚哥 你这是干什么 就算是小周总 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咱们还有商量的余地啊 爸 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爸妈 其实有件事我瞒了你们 我 结过婚了 什么 我刚回家 我怕你们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想着过段时间再告诉你们 带他来见你们 没想到出了这种事 结婚了 他是谁啊 年纪轻轻的能嫁什么好人呀 哎 木板哥 你也太不自爱了吧 说说吧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在干什么工作 他和我一样在过儿院长大 现在做点小生意吧 原来是无父无母的小个体户啊 混个温饱都成问题吧 你们以前在哪住啊 海城 海城 海城的房价可不便宜 你们是住在城区还是郊外 这个 说不准吧 城区郊外都有房子啊 住逆了就换 真说不准 哦 居无定所 姐姐 为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 你拒绝小周总 他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很上进 优秀而且自律 并且也很爱我 上进不能当饭吃 我们木家的千金 绝对不可能嫁给一个义务所有的孤儿 你现在就回去跟他离婚 然后嫁给小周总 本来就带你长得这么貌美 配小周总插奖仁义 但是和那个孤儿相比 简直是云你痴 爸 我这辈子只爱他一个人 谁都不可能将我们分开 告诉他 你 倒贴社会底层还死心不开 木婉哥 真是培养你了 老木 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培养珊珊吧 总比养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强 把他零花钱断了 这段时间禁止出门 姐姐 可真是感人肺腑的爱情啊 我都快听哭了 木珊珊 小周总来是不是你搞的回馈 我能做什么呀 人家小周总是真的对你感兴趣的 我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不过你说要是小周总知道你是破鞋 还会不会花十个亿求求你 无聊 姐姐 祝你和你那个穷龟老公百年好合 可千万不要后悔哦 喂 喂 什么 十个亿的银行贷款审批没通过 好的 知道了 老木 怎么了 咱们公司的银行贷款审批没通过 再这样下去 公司的资金链就要断链了 咱们公司就要破产了 十个亿 这个怎么办呢 银行跟咱们的交情一向不都是挺好的吗 怎么这回断了咱们公司的资金链了 会不会是因为穆婉哥那个丫头 对 柳行长是小周总的舅家 婉哥聚会热闹了小周总 他就让柳行长掐了咱们的贷款 是这样了 不行 这件事还得找小周总 穆婉哥这么婚事不同意 他也得同意 不要 小周总 您当时不是说 亲母我家婉哥 十个亿的彩礼 木叔 当时我以为她是什么清纯玉女 可现在嘛 她不过就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你凭什么以为老子和花那么大价钱 娶个被人玩烂的破鞋 你凭什么以为老子和花那么大价钱 娶个被人玩烂的破鞋啊 真是 你们沐家资金周转不开我也知道 要不这样 我给你们沐家纸条名录 小周总 您说您说 您说 把沐婉哥借我玩一玩 说不定我高兴了 就可以说服秋秋 你这贷款不就下来了吗 这 婆乐意 刘州里 送客 别别别 我乐意 好 两天 就两天 后天 我要亲眼看到 沐婉哥主动归岛在我的垮下 沐婉哥 为了整个家 你就算陪小周总一晚 用的怎么样呢 是啊 周少一表人才 你本来也不是什么干净的处子之身 你就陪他睡一晚又怎么了 爸爸 有你们这么万有的吗 我不会同意的 王哥 你知道十个亿是多大一笔钱吗 没有小周总店头 没有这十个亿 咱们家马上就要破产了 为了整个家 你牺牲一下好不好 是啊姐姐 咱们家接你来云城 让你见识了之前不曾见过的风光 现在家里遇到困难了 你总得尽一份心吧 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吧 说得对 沐珊珊 你作为贾千金 享受了二十多年 本不该属于你的权利 现在也该履行义务了吧 我呢 珊珊可不是那种 随便就嫁给下贱人的人 再说了 人家周少指定要你 为了那十个亿 你必须去批周少 十个亿就能够人行病 你嘀嘀咕咕什么呢 我说十个亿很多吗 姐姐 十个亿 你知道十个亿后面接了几个领吗 这可不是什么无脑网文 这是现实 十个亿 你和你那个穷归老公 从侏罗纪打工到现在都挣不到吧 爸 我算是听明白了 您逼迫我去陪周少 是为了公司渡过难关的做 那如果我能拿出十个亿 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您应该不会再逼过我的吧 那当然 十个亿 沐婉哥你在做梦吧 你去哪里弄十个亿 谁说我没有十个亿的 来 喂 向荣臣沐家汇款十亿 姐姐 你也太搞笑了吧 你不会以为 你随便打通电话 就能弄来十个亿吧 汪哥 这一切都不是儿子 走 爸 你要干什么 你去跟我见小周总 无论如何 你要把小周总 伺候得富富贴贴的 让他把咱家那十个亿 批下来 要不然 你逼回这个家 走 你 喂 什么 十个亿 老沐 怎么了 十个亿 真的到账了 真的到账了 怎么可能 十个亿 怎么可能是这个夏简念人 一通电话弄来的 现在 你们该相信我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为什么会有这笔钱 无需向你解释 爸 现在十个亿已经到账了 公司危机也已经解除了 我应该不需要再被你们 卖给男人了吧 汪哥 爸之前也是迫不得已 我知道了 从今以后没有事 不要再找我了 好 老沐 我还是觉得不对呀 沐婉哥这个穷摔丫头 他去哪里搞十个亿 这个钱绝对有问题 这些是我所奇怪的 婉哥虽然之前在好中讨生活 但是与他的身份 只怕是接触不到陆氏集团 更何况 只是一通电话 就让陆氏集团资助咱们公司 十个亿 对了吧 我突然想起来 小周总家和陆氏有什么 女生已来往 你说会不会是小周总那边 让陆氏集团打过来的 对对对 一定是周少 前段时间你不是去求过周少吗 肯定是周少知道咱们家难处 他心散提前把钱 打到咱们公司账户了 我就说嘛 姐姐怎么可能有那个能力 弄到十亿 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应该是这样 想不到小周总 还是个面冷心善的人 咱们家应该好好报答他 牧叔 给你的时间也到了 我要的人呢 小周总 牧婉哥呢 怎么还不来见我 我看你们牧家 是不打算在云城混下去了吧 小周总 你说哪里话 既然十个亿已经打给我们了 那牧婉哥 绑我们也要绑到你的床上去 十个亿收到了 小周总 您就别装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是您让陆氏集团那边 打给了我们钱 这才让我们了了燃眉之急呀 既然他认为是我给的 那我就先收下这个功劳了 对对对 钱是我让他们打过去的 牧婉哥 我今晚就要见他 好啊 一定 今天晚上 你等着 好 哎呀别提了 糟心透了 特别是我那个妈 我都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他亲身的呀 婉哥 我能进来吗 他过来了 先不说了 进 婉哥 今天的事情我跟你爸已经反思过了 确实是我们不对 你爸好面子 我过来给你道个歉 你们也是为了牧家好 这次我就先不计较了 好了 道个歉你也可以走了呀 这是我给你热的牛奶 你趁热喝了 你不喝 你不喝 是不是还在怪我们 哎妈 莎莎好像在叫你 有吗 有吧 你去看看 别是有什么事儿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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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对 妈 你在牛奶里放了什么呀 我头好晕啊 小野种 今晚过后 我看你怎么在云成立足 妈 这是什么地方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呀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酒店 我把你送过来 当然是送给周少了 晚哥 周少这次可帮了咱们家大忙 你可得替爸妈 好好谢谢人家 妈 我不理解 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吗 您怎么忍心把我送到别的男人的床上 住口 小野种 就你也配是我的女儿 就你也配是我的女儿 妈 你什么意思 珊珊确实不是沐小钱的女儿 大 是我的女儿 什么 当年我怀孕 沐向前以为我怀了她的孩子 这才修了赵林 把我扶正 前段时间 沐向前带着珊珊去做亲子鉴定 结果不符 我无奈之下 才找到了当年的医生沙谎 说可能是报错了 原本我以为 沐向前这辈子都找不到 有她血脉的人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赵林那个贱人 当年竟然怀了你这个野种 还真把你给生了下来 还真被沐向前给找了回来 啊 你这张小脸呀 长得跟那贱人可真是像啊 只可惜呀 沐向前她不听管音早忘了 但是我 第一页就认出你这个野种了 你告诉我这些 就不怕我告诉我爸吗 你想说 那也得过了今晚才行吧 一个名声昭吐的下流女人说的话 你觉得会有人信吗 哈哈哈哈 你什么意思啊 孟晚哥 好好享受属于你的夜晚 哎妈 山山好像在叫你 有吗 有吧 你去看看别是有什么事 叶山 叶山 妈 好好享受属于你的夜晚吧 好戏 马上就要开始了 哎 周少 您要的人已经在里面了 嗯 对了 他比较害羞 不愿意开灯 叶里关美人 美人够美 小姨我今天就不开灯了 美人我来了 啊 太好了 沐婉哥 我要你生不如死 喂 让记者都过来 让大家都好好看看 新来的沐家千金 是什么浪荡活死 姐姐 你在哪儿啊姐姐 山小姐 听说你刚回家的姐姐 做过很多男人小三 据说这次回到沐家 也是一样天天和各种男人混在一起 请问这些是真的吗 她不会是有信仪吧 绝对不可能 我今天就要为姐姐证明 姐姐 妈 妈 怎么吃你 妈 怎么吃你 大新闻 原来在酒店狂欢的不是沐总女儿 是沐总夫人 沐总妻子和小周总在酒店偷情 这会有的血了 别拍了 别拍了 沐婉哥 是不是你搞的鬼 这是 咱妈年纪这么大了 还玩得这么严呢 沐婉哥 是不是你干的 你个不要脸的贱人 为什么要害我 够了 还想不够丢脸吗 老沐婉 我真的没有背叛你 都是她 都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是她害的我 沐婉哥 犯下滔天大泪 就靠悔改之心 在说怎么用你这个胆毒的人 胆毒 爸 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 我只是把她对我做过的事 再对她做一遍罢了 这叫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啊 她到底是你妈呀 别 这种把自己亲生女儿 送到别人男人床上的妈 我可不敢认 对了 她根本不是我妈 这是她自己亲口说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是吗 真不巧 我这儿有录音乐 我这儿有录音乐 不要 沐婉钱 把老子的十个亿赶快还给我 又侮辱我妻子在先 现在还想让我还钱 真的我没盼心 我侮辱她 你也不看她长什么样子 我看到她一下 我都倒入胃口 你 别狗叫了 十个亿 赶快现在还给我 反正老子的颜面已经丢尽了 你要是不还钱 我就向媒体给你宣传一下 你木项钱为了钱 不仅连女儿都买 连老婆都买 我让你们木家 从此没有立足之地 等一下小舅总 你 那十个亿什么要撑你的钱 哈 不是我的 南无诚是你的 他的确是我的 哈 你这个烂货子做什么美梦呢 那十个亿 是陆氏集团看在我的面子上 还投资给你们家的 陆氏集团全国龙头 随便捏捏手指都能掐死你的那种 要是不想得罪陆氏 就把那十个亿 完完整整地给我吐出来 够了 我们陆氏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人来撒野了 池周 你怎么来了 放心不下你 打完那通电话之后 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小子 你谁啊 海臣陆氏集团总裁 陆池周 就你是陆池周啊 我呢 还是陆池周他爷爷呢 葛珍珍 叫人爷爷来听听 你 池周也是你能羞辱的吗 他是真的陆总 我当然不敢羞辱 不过他一个冒牌恨我 我怎么就不敢呢 难道你认识陆总 我 当然 整个云城就我们家 和陆家有合作 我作为少东家 他怎么可能没见过他 想不到 堂堂周雄也算是一代萧雄 竟伸出你这么个儿子来 还挺能装啊 孟晚哥 这是你从哪找来的小白脸 对了 是你的穷鬼老公吧 穷鬼 我看上你老婆了 要不这样 你把她借给我玩几天 我给你十万 啊 你 你找死 我 我可是周雄来的 你怎么得给动我 你倒是提醒了我 是该让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了 你 喂 谁 立刻切断 和云城周家的一切合作 如果周雄问起 就让他问问自己的好儿子的 臭小子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陆总吧 宝贵 过来 给我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鬼 结果现在也搬着 你 你 你是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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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县重哨 这是周雄的意思 周雄打电话 让我打几天耳光 怎么可能 我们怎么可能是你打我 周雄说的 让你少在外边偷点 放开我 走 你放开我 放开 这就是你那个没出息的老公 沐向贤 你卖老婆卖女儿 怎么好意思说别人的老婆没出息 闭嘴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家 沐浩哥 沐浩哥 你要是早些听我的话 接受小周总的求婚 咱们家何止就变成现在这样 就是 沐浩哥 你就是个祸害 爸 咱们家一切的不幸 都是这个汉人精带来的 你快把他赶出去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现在就和他离婚 以后 听家里的安排 要么 你又和他一起困住孟家 从总不认你这个女儿 我认我这个女儿 刚好沐向贤 我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 确实很希望一个爸爸 可是现在 谢谢你让我明白 原来爸爸这个词也可以这么恶心 从今天开始 我与你们沐家乔归乔路归路 再无半年关系 对了 这个录音笔 就当做送给你的礼物吧 一直被人蒙在鼓里 当接盘侠 多可怜啊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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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我累了 咱们走吧 我想回家了 好 都听你的 好 都听你的 走 老沐 老沐 你把她给我 把她给我 珊珊确实不是沐向贤的女儿 大 是我的女儿 前段时间 沐向贤带着珊珊去做亲子鉴定 结果不符 我无奈之下 才找到了当年的医生沙谎 说可能是报错了 老沐 老沐 你不要相信她 都是沐婉哥这个贱人 是她陷害我的 闭嘴 是人是腰疼得出来的 你这个贱装 你这个动作 这一百十多年前 就开始通人了 贱人 爸 妈不是这样的人 这一切都是沐婉哥那个贱人设计的 他走了 还要把我们家闹得鸡犬不宁 沐婉哥这女人 着实歹毒 这 你个师徒 你还骂我求求你 你们 我们两个尽头 孤雇冻不宅 以后不是他都不宅办公 小姐 爸 爸 小孟 爸 小孟 你就走不去 你把我救救你 你就走 他就走 爸 爸 妈做的事情 我真的不清楚 我一直都是您的女儿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你可以不要这个偷情的夏流女人 但是您别不要我呀 爸 我好想回家 珊珊 闭嘴 你个偷情的夏流女人 也配叫我的名字 都怪你 我本该应该是我爸的亲生女儿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家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珊珊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有你这样的妈 是我的耻辱 爸 爸 爸 你让我回家 你别不要我 老婆 老婆 你别去 哪来两个乞丐呀 不用了 刚刚传来的消息 都是一带撤职的 十个亿美的 什么 好好的怎么又撤职了 这么大大窟窿 要怎么天生 爸 爸 我知道原因 我听说 周佳德在陆克什集团 他们两家的合作全没必取消 咱们家被撤职 应该也是受了周佳的影响 周佳现在正筹备众务力 打算验擒陆总赔罪 我和小周总的关系很好的 您把我认回来 咱们两家 到时候再一起去赔罪 把钱要回来好不好 你确定 这样能要回那十个亿 那肯定能 哎呀 我的乖女儿 怎么憔悴这么多呢 不哭 乖女儿 跟爸回家 爸 珊珊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 不回海城呢 总不能因为一些烂人 影响了对整座城市的印象吧 老公 前面开了家表店 我们去看看 好 我们看看吧 你好 把你们店里的最新款 给我看看 好的 女士 这是店里的新款 可顺您肤色了 有没有情侣万表 我想和我老公一起 什么时候穷鬼 也赔来明表店了 把你们店最贵的表 给我拿上来 愣着干什么 这可是周家周传雄的儿子 还怕我们给不起钱 是 我说姐姐 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呀 像这种高奢品牌店 一块万表 起码数百万 是 也是你和你这种 穷鬼老公 该来的地方 穆珊珊 你是忘了上次 服装店的教训吧 还有 别叫我姐姐 我可没有你这种 身负不祥的妹妹 你 好 这是本店最贵的一款丸表 由德国的工艺大师 安菲尔德先生 定做而成 也是本店的正店之宝 这款表 看起来确实挺名贵的 怎么是一对啊 不能单卖吗 这是安菲尔德先生 在后期领悟真爱后所致 男表女表相辅相成 大师曾经跟我们说过 不单卖 先生 您要不再看看别的款吧 放眼你们这整个店里 也只有这款表 能配得上陆总的身份 可惜啊 谁说非要买单知道 我听说陆总已经结婚了 咱们就买情侣款 说不定他们更喜欢呢 也对 这对万表 我要的 这对万表 我要的 慢着 这对万表 我看上了 把它打包起来 直接送到周家 不好意思 先生 这对标 是这位先生先确定要的 他们想要 可笑 两个穷鬼 卡里加起来 都不超过十万吧 买得起吗 谁说我们买不起 店员 帮我包起来 孟晚哥 到时候如果买不起 给退回来 得多尴尬呀 要不 你放弃你这个小白脸 跟了我 保不及 我还可以送你个百万级别的表 我的女人 就不劳你操心了 包起来 刷这张卡 拿一张没有钱的卡 在这装什么装 这对万表 我要了 周妍 明明是我们先到的 也是我们先看上这块表的 你们钱都没有买什么买 还敢跟小周总抢东西 你们知道这块表 我们是买给谁的吗 说出来吓死你们 正是买给陆总和陆夫人的 送给池周和我 好啊 孟晚哥 你还真是入戏了 还真把你们自己 当成陆总和陆夫人了 这下周啊 周末两家一起宴请陆总 你们俩到时候可别这么嚷嚷啊 说出去真丢人啊 周末两家宴请池周 我怎么不知道 懒得理你们 店员 这个请密表我挺喜欢的 帮我们包起来 不准包 这对万表 我周妍要定了 各位 这对表是店里的正店之宝 价值不菲 既然双方都有购买的意愿 不如先验资 谁的钱够了 这表就归谁 好啊 他们两个肯定买不起 我没意见 这表多少钱 一亿两千万 这么贵 两位是觉得价格过高 不能接受吗 这样的话便无需验资 我们直接刷这位先生的卡 怎么可能 我团团周家大少 怎么可能拿不出来这点钱 不过 我们商量一下 你卡里有没有四千万 四千万 上周我跟老爷子闹脾气 我现在卡里只有八千万 还上四千万 你可别忘了 这是咱们两家一起向陆总道歉 你们家怎么能一分钱不出吧 放心吧 这款表 我们一定得拿到 梁正海一起刷 好的 先生 抱歉先生 您这卡里的余额 不足以支付本店的正殿之宝 听到没啊 两个穷鬼 实际点就赶紧滚吧 不好意思先生 我说的是您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刷错卡了 我们是两张一起 我的确是把两张卡放在一块刷的 这张卡里确实有八千万 但这一张卡里余额只有十块 你 应该是我出门的时候太着急 打错卡了 笑什么笑啊 搞得你们买得起呀 恭喜您支付成功 本店的正殿之宝就交给您了 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买得起 我们买不买得起 关你们什么事 十周 我们走 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你个小店铺 要不是因为你 这款表怎么可能会被他们拿走 小周总 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现在最关键的 是给陆总和陆夫人买礼物 说得也对 等我晚上我再收拾你 赤周 周牧两家要宴请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自那日过后 周牧两家便被拉入了陆氏的合作黑名单 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问一下 喂 去查一下 云晨的周牧两家 近日是否有针对陆氏的行动 陆总 周牧两家前日曾想宴请您 但是您之前说了将两家列入黑名单 因而我们这边没有理会 接受邀约 转告他们不必去海城 因为我和太太就在云城 什么 牧总亲自来云城了 还带上了夫人 没想到陆总对我们周家这么重视 陆总 您看我们牧家 咱们周牧两家 马上就要接亲了 到时候 我肯定替牧老弟多美言几句 给陆总的礼物 是我们家出的钱 这宴会的地方 您放心 柳助理 包场云城最豪华的私人公款 隆重接待陆总和夫人 这地方真不错 也不知道陆总和夫人什么时候到 你到门口守着 迎接陆总 好 珊珊 你也去 记着 先大人的一律不准进来 一面惊讶贵客 好 经过今日这番 希望陆总 能够看到您我的诚意 好好表现啊 晓菲总 就回去 走走走 他们怎么来了 干什么的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就想见 这可是我爸和周伯父 宴请陆总的地方 你们来干什么 还不快滚 别惊扰 贵客 我们就是受了周牧两家的邀约 前来赴宴啊 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 哎 莫婉哥 你不会又要说 你们俩 一个是陆总 一个是陆总夫人呢 别骗人了 老子今天没空打你们 赶紧滚 婉哥说得没错 我就是陆氏集团总裁 陆池周 今日便是赴周雄之宴 前来赴约 听说陆总一向很收拾 怎么还没来啊 可能有事情耽误了 不急 耐心等等 小白脸 别说大话了 待会儿郑主要是来了 有你好看的 快滚快滚吧 我就问你一句 今日这门 我进不进得了 想都别想 今天就算是我死了 你也别想踏进这里半步 好 卓雄 我已经到你们宴会厅的门口 但是你儿子说 就算他是死了 也绝不会让我们卖入半步 你看 好 小白脸 我看你装模作样 能装到什么时候 原来是这样 随便找的垃圾货色 打一通电话 就猫冲路走 婉哥 你找的这个男人 也真够搞笑的 行了 别跟他们废话了 把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你要把谁赶出去 爸 您怎么来了爸 你子 我让你迎接陆总 千万不要怠慢 你就是这样迎接的 爸 我这都是按照你安排做的事 我 你闭嘴混账东西 陆总 全自无礼 冒犯了您 您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行吧 他是陆总 他不是 难道你们是 陆总 夫人 我和牧总 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咱们进去说话吧 我看进去就免了吧 刚刚令公子说 就算他是死了 也绝不会让我迈入半步 为了贵公子的 身体着想 我看咱们还是在这儿 把事儿聊清楚的 贵子 还不给陆总道歉 对不起陆总 陆总 陆夫人 那个师父永远不诸 师父永远不识太傻 您要不去把我当个屁 把我放了吧 陆总 夫人 你看 迫于强权压力之下的道歉 我不接受也不要 周总 我此番前来 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从今往后 周氏 与陆氏集团 再无合作可能 周氏 与陆氏集团 再无合作可能 可能因为我儿 娘儿只是个导火线而已 这些年来 你周家仗着和 我们陆氏集团的合作 到处围飞坐 歹肆意妄为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吗 话以待到 好自为吃吧 不如我们走 女儿 女儿 好女性 沐总 你这是干什么 我的乖女儿 我是爸呀 有这么好个女婿 怎么不早点跟爸说呢 沐总 您忘了 从池州来云城之后 我们就没隐瞒过身份 是你们一直不信 现在我们已经断绝父女关系 还望沐总 您让我死死 乖女儿 咱们 妇女血脉心情 哪里人说割舍 又能轻易割舍得了呢 爸知道错了 我无时无刻不再后悔 再给爸一个机会好不好 好女性 好女性 你帮我说话 够了 他刚才说的话 你能听清楚吗 他不认识你 王哥 我可是你的亲人父亲 你真的忍心 破咬我不管吗 你还记得你是我的亲生父亲 当年我才顾熬院 期盼父母是你在哪儿 从我初中没有父母 被同学记录时 你又在哪儿 我回到沐家后 你为了利益 把我往别人的男人床边送的手 你可曾想过 你是我的生父 不过还是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明白一件事 不是所有的父亲 都配我一样 去庄 我们走 好 我的十个亿没了 我的十个亿没了